- 骨木之角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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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骨木之角色的特性就是 - 它就是一個坦克 - 它的大絕跟被動都有回血的效果 - 逸二技能都有蠻好的控場 - 逸二技能就是一個 - 直向技的緩速 - 二技就是一個拍手的效果 - 我可以把兩個地方 - 單位控制在一起它會暈眩 - 然後大絕就是緩速跟 - 暈眩以及回血的效果 - 然後被動的話也是 - 回草叢的時候就是會有一個 - 回血的效果 - 骨木的奧義我會選擇帶十個金身 - 五精靈 五庇佑以及十個英勇 - 這樣子有回血的效果 - 以及跑速然後也有 - 該有的坦克的硬度 - 術裝的話我會選擇帶瘋魂文章 - 魔防鞋 堅靈吊綴 - 反甲 升旗戰盾以及 - 捏盤之人 - 基本上每個坦克的輔助都是這樣出的 - 在線上的話我會幫助中路使用二技能 - 以及一技能快速的清理兵線去做支援 - 基本上輔助就是 - 每一波都是固定要到中路去 - 幫中路搶敵線拳的 - 因為這樣才可以讓我們的隊伍 - 可以比對方優先的去 - 去跑線或做 - 支援之類的 - 所以沒有特別一定要幫誰 - 基本上就是要幫他們 - 自己的位置 - 如果站得太深的話沒有隊友的話 - 很容易死亡 - 所以要去搶視野的時候要看地圖 - 自己的隊友是否在自己的 - 身邊 - 在開場的話就是因為我們的角色雙方 - 角色長得差不多嘛 - 就差一隻龍馬而已 - 所以 - 角色強勢度差不多我就可以選擇 - 進去對方的野區騷擾一下 - 然後這邊看到龍馬在吃藍buff - 可以給他一些壓力 - 然後順便記一下 - 他們buff的死亡時間 - 以及出生的時間點 - 然後這邊弗洛倫來的時候就是選擇撤退 - 這邊的話就是跟著我們 - 我們的邊線一起吃靈鳥 - 然後利用靈鳥的視野效果 - 可以看到對面的打野在那邊 - 然後這邊就是 - 一樣就是中路邊線沒波來 - 就是要幫中路一起親密線 - 然後可以吸熱間製造兩等 - 然後再去做支援 - 這邊的話就是 - 帶著跟中路一起親密線 - 然後快速的支援帶著中路去邊線 - 做一個 - 支援的動作 - 可惜我們的中路太過分了 - 不來 - 太固執的這交貨 - 然後我們這邊呢 - 就是等兵線進塔的時候就可以 - 塔殺這個佛洛倫 - 然後 - 完美的順利做的這個 - 順利做的這個擊殺 - 然後這邊就是對面 - 因為他們是晚清兵線的話 - 所以他們比較晚過來 - 只有這樣 - 這邊呢就是因為我們把 - 把中兵推進去了 - 然後我們可以站左邊的草叢 - 以及進去對方的紅區 - 看是否還有野怪之類的 - 以及對方打來的動向 - 然後就可以告訴 - 下路線 - 是不是要退 - 還是要歸一點之類的 - 然後這邊呢 - 因為我們的射手 - 追那個古墓追太深 - 然後被 - 被反追了 - 然後就做一個 - 被做一個擊殺 - 然後這邊就是 - 剛好有這個機會 - 可以來殺車特爾 - 這邊呢從地圖上看到 - 我們的佛洛倫 - 想要做一個蹲點 - 所以我們卡來支援他 - 然後我們的佛洛倫 - 很給力的把對面可以打殘 - 然後這邊呢就是龍馬 - 想要在 - 下路兵線 - 然後把我們打退 - 可是 - 反而被我們給打殘 - 回家 - 然後 - 這地方由於他們兩個人 - 回家 -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做一個 - 入野的動作 - 就可以剛好跟中路一起 - 把這個藍buff給反掉 - 呃這邊呢就是看到對面 - 想要親我們的中路兵線 - 然後 - 有看到對面人非常多 - 可以有一個開戰的機會 - 然後因為我是一隻古墓 - 然後非常的坦 - 所以 - 不怕對面的傷害 - 可以那個一直追擊 - 然後剛好這波會戰就是 - 隊友也支援到了 - 所以我們就打贏了這波團戰 - 然後挺順利的就有一個可以endgame的機會 - 然後挺順利的就有一個可以endgame的機會 - 喜歡我們萬天的粉絲 - 可以到我們的臉書 - IG - 57 - Y7 - 追蹤 - 以及按讚 - 謝謝大家 - 喜歡我們萬天的粉絲可以到我們的臉書 - IG - 五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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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